生肖属虎人三月,运逢财库,谋事多成,杨历四月五号到五月五号,甘之,鬼卯年丙尘月轨四日到鬼卯年丁四月甲子日,天干,丙火,地支,尘土,特征,阴阳平衡,太岁运,天干授克,地支犯害,本月望运方位,南方,西方, 本月最极颜色,红色,白色,本月的志兄日,公历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一日,事业,生肖虎逢农历三月育,财库运,事业发展空间大,多有好的机会,且财路望,属于多做多成的月份,感情,感情上多有好的表现,遇事能得另一半帮扶,属于情感和谐的月份, 财运,财星强旺,利于求财,投资亦获利 健康,注意饮食健康,是非,不宜刻意求冠 四月,银四向害,注意是非 杨历五月六号到六月五号 甘之,鬼卯年丁四月甲子日到鬼卯年雾五月以为日 天干,丁火,地支,四火 特征,阳气较旺 太岁运,天干授克,地支相生 本月旺运方位,西方,东北方 本月最极颜色,白色,黄色 本月的志兄日,公历五月八日,五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 事业,进入本年农历的四月,生肖虎的朋友运势不错 但不要得意忘形,平时须多征求领导及同事的意见 勤勉做事,避免走捷径 因本月月令与自身属相犯,银四向害 这种向害会导致困阻,容易招惹小人,是非口舌临身 建议顺势而为,多作少说,以防祸从口出 感情,感情上亦出现误会而导致分歧,应注意沟通 财运,偏正财俱旺,但须知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健康,注意肝胆,神经系统健康及磕碰之事 是非,注意小人,避免口舌 五月,福星临门,谋事顺心 杨历六月六号到七月六号 甘知,鬼卯年雾五月以未日到鬼卯年几位月饼银日 天干,雾陀,地之,无火 特征,阳气旺极 太岁韵,天干相克,地之贩破 本月望运方位,南方,西北方 本月最极颜色,红色,黄色 本月的志兄日,公历六月六日,六月十八日,六月三十 事业,尽如农历五月生萧虎的朋友冯三合星 事业工作多有提升 自身能力表现家,多会出现职位晋升之机 望好好把握 只要踏实做事,与人为善 事业将有进一步发展 感情,婚姻感情运大吉,感情和谐 家庭有平顺之下 财运,财运旺盛,多有收获 健康,注意饮食健康 是非,本月是非不多,注意周边人脉 六月,运势平稳,正财强旺 杨历七月七号到八月七号 甘之,鬼卯年几位月饼银日到鬼卯年更深月勿虚日 天干,吉土 地之,未土 特征,阳气略造 太岁运,天干相克,地之半合 本月望运方位,西方,南方 本月最极颜色,白色,红色 本月的智兄日,公历七月十二日 七月二十四日,八月五日 事业,步入本年农历六月份生肖虎的朋友 逢财禄运,可谓喜事连连,再闯佳绩 虽不能得到官职临身 但有实权在手,具有一定的威望 关心不透,不宜,刻意追求地位,容易遭受小的挫折 感情,感情上能得到另一半的大力支持与帮扶 已婚者需注意自身与异性的关系和距离 财运,财运旺盛,多作多成 健康,注意饮食健康 是非,是非不显 七月,孕逢月冲,谋事多变 杨历八月八号到九月七号 甘之,鬼卯年耕深月勿虚日 盗鬼卯年新有月己四日 天干,耕金 地支,深金 特征,阴阳平衡 太岁运,天干相生,地支暗和 本月望运方位,东方,北方 本月最极颜色,绿色,黑色 本月的智兄日,公立八月十八日 八月十九日,八月二十四日 事业,生肖虎的朋友农历七月 运势多表现不佳 本月逢,银身冲,逢冲则动,不动则伤 说明本月多有动荡,不能安心工作 且容易出现变故与波折之事 需做好心理准备 于是要谨慎处理,切无大意 不过逢冲力于变动,如出差,购房 搬迁换指和出游等变动之事 可以缓解本月冲犯月令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能在变动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喜悦之事 感情,应多关注另一半 避免出现不利变数 财运,财运不稳 需注意守财护财 健康,注意出行安全与磕碰之事 是非,动荡性大,注意周边人脉以及自身严刑 8月 把握机会,得财力几 杨历9月8号到10月7号 甘之,鬼卯年新有月几四日到鬼卯年人虚月几亥日 天干,心金 地支,有金 特征,阴阳平衡 太岁运,天干相生,地支相冲 本月望运方位,西方,北方 本月最极颜色,白色,黑色 本月的志兄日 公立9月13日 9月25日 10月7日 事业 农历8月奋逢 观鲁星 各方面都会出现一个好的开端 会有很多好的机会出现 只要努力争取 坚持不懈 定会有不错的收益 本月若能得生消诸的人事相助 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感情 婚姻感情运较加 能得到另一半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感情和谐融洽 财运 财星较旺 利于求财及拓展事业 健康 注意饮食健康 是非 是非不显 9月 运逢贵地 注意把握 杨历10月8号到11月7号 甘之 鬼某年人虚月己害日 盗鬼某年鬼害月更五日 天干 人水 地支 虚土 特征 寒气催生 太岁运 天干彼合 地支路合 本月望运方位 南方 东北方 本月最极颜色 红色 绿色 本月的智兄日 公历10月12日 10月24日 11月5日 事业 农历九月份生 萧虎的朋友运逢三合贵地 逢和主贵 说明事业运势大有突飞猛进之事 会出现好的选择 发展空间较大 如本月能得生萧马的朋友或领导相助 更是如虎添翼 多有职位晋升之喜临身 感情 本月感情运大吉 能得到另一半的相助 财运 财星旺盛 收获丰厚 健康 注意饮食健康 是非 是非不显 失月 运逢路河 机会较好 杨历 11月8号到12月6号 甘之 鬼卯年鬼害 月更五日到几害 甲子月几害日 天干 鬼水 地支 亥水 特征 阴气增旺 太岁运 天干相同 地支半合 本月望运方位 东北 东南方 本月最极颜色 绿色 红色 本月的志兄日 公立 11月17日 11月19日 11月29日 事业 本月逢路河贵人星助身 多会出现好的机遇 事业工作较为得力 能在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 面对机遇时 切勿迟疑 以免错失良机 感情 对未婚者而言比较有利 桃花朵朵 多得异性的追求 还可得到异性上级的爱护与重视 是一个爱情 事业双丰收的月份 但已婚者则需要注意与异性的关系和距离 以防招惹烂桃花 影响自身有利的运势 财运 本月财路星得利 投资得利 利于求财 能在财运上有所丰收 健康 注意饮食健康 是非 已婚者需注意把握异性缘的关系和距离 11月 印星护身 注意把握 杨历12月7号到2024年1月5号 甘之 鬼卯年甲子月几亥日到鬼卯年已丑月几四日 天干 甲木 地之 紫水 特征 阳气初始 太岁运 天干相生 地之范形 本月望运方位 南方 西方 本月最极颜色 红色 白色 本月的智兄日 公历12月13日 12月15日 12月25日 事业 本月逢印星护命 事业运势平稳 多得贵人护佑 自然事业发展空间大 机会多 是一个多做多成的有利月份 感情 双方需多沟通 避免口舌争执出现 财运 财运旺盛 多有收获 健康 注意饮食健康 是非 切勿投机取巧 以防是非口舌 十二月 运逢劫彩 注意小人 杨历2024年1月6号到2024年2月3号 甘之 鬼卯年已丑月几次日到鬼卯年已丑月勿虚日 天干 以末 地支 丑陀 特征 因其最旺 太岁运 天干相生 地支授克 本月望运方位 东北方 西方 本月最极颜色 绿色 白色 本月的志兄日 公历1月10日 1月20日 2月1日 事业 进入本年农历的最后一个月 生肖虎的朋友运势不错 但由于本月逢劫财星 自身的业绩和功劳 往往会被他人争走 建议平时多与领导沟通 维护好周边同事的关系 他是做事 避免招惹小人 感情 应尽量避免口角争执 多关心另一半 以防昏变 财运 不宜出现过大的投资及过于追求偏财 应多注意守财 健康 要多注意肝脏和皮肤方面的疾病 是非 少说多做 以防祸从口出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 有逍遥 下期限